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力大无穷的人却在一个情义的事上摔了一大脚 他虽然说我从小就是拿谢尔人 但是拿谢尔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可是那些律法的规定对他没有什么帮助 那些律法的规定只是让他知道他一直犯规 一直犯规一直犯规却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命 以至于叫拿谢尔人却不能够让他活出一个拿谢尔人的生命来 为什么 关键在生命 你有什么样的生命 你就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来 我小的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跟我讲说 他们的那个年代还在念中国古书念三字经 他说鸡丝成蚕兔丝 如果是鸡 他早上一只公鸡 他早上就会叫 这不是训练来的 他有这个生命 如果是蚕 他时候到他就会兔丝 这也不是训练来的 你去训练一只鸡你再怎么训练他也吐不出一根死来 同样的你在怎么训练那个禅他早上也不会起来叫 因为没有那个生命 没有那个生命 就算再多的律法规定也做不到 但是谢谢主 谢谢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耶稣基督来说 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一个会改变的生命 一个会越来越丰盛的生命 参生需要的不是拿谢尔人的律法规定 参生需要的是过一个圣洁生活 所需要有的那个生命 因为只有生命能够带出能力来 参生失败了 他跌倒了 大利拉叫人把他头发剃掉了 然后圣经上这样说 于是大利拉克制了参生 参生哪里是被大利拉克制的 大利拉只是一个很柔弱的女人 参生是个大利士 用他自己的想法 我大概用手捏捏把你捏碎了 大利士一千个人 一千个壮士都打不过我 你一个小女人 参生恐怕不是被大利拉给制服了 参生被他自己里面的情欲 欲望给制服了 所以怪大利拉是没有用的 就好像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 前两天也和你分享 同样在情欲的事上摔了一大跤 这个人叫做大卫 但是大卫做错事之后 还能怪他 这个都是八十八 都是你这个女人 你没事过在外面洗澡 他没有耶 他承认的事情是我做的 问题不是你引诱我 问题是我自己里面 有一个欲望的破口 我们也在我生命当中的 一个破口里面 怪别人没有用 真的 你找再多的理由 都是他们 结果还是你要承受 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跟主说 他们做了些什么与我无关 但是我做错了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